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 耶稣在拜祀的比喻中教导什么 大家好 我是Tim 是教导到多长多根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今天祝我们马上走过圣经 向学习马太福音的 第十三章三十六节到四十三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 进了房子 祂的门徒进前来说 请把田间拜祀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祂回答说 那啥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 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拜祀就是那恶者之子 啥拜祀的仇敌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寥 收割的能就是天使 将拜祀薅出来 用火焚烧 世界的末寥也是如此 能子要拆遣死者 把一切叫能跌倒的和作恶的 从他国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要 哀哭切齿的 那时 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那么在前两节当中 我们学习了 耶稣光与拜祀的比喻 在那个比喻当中 耶稣描述了一个播种者 出去播种小麦 那么在夜里 他的仇敌来到小麦田中 播下拜子 那么拜子与小麦一起长大了 但他的仆人问 他是否要想让他们去 把那些拜子薅掉的时候 主人回答说 不用 因为这样做 也会损坏那些小麦 他说在收割的时候 会让收割者收集拜子 并烧掉他们 然后将少小麦 收割在他的骨仓里 那么耶稣的许多比喻 比如就像我们 在上一集中的那两个 我们不会得到 耶稣的亲自的解释 即使我们能从经文中 看出他讲的是什么 然而正如前面的 播种的比喻当中一样 我们在这里有关于 拜子的耶稣亲自的解释 那么在拜子的比喻中 播种的是 人子 就是耶稣 当时的耶稣 正向人们讲述 即将来临的国度 教导能够拯救那些 听到他的能的名分 今天我们仍然有这些的教育 所以即使在21世纪 耶稣仍然是播种者 那么田地就是这个世界 意味着是整个的世界 耶稣的信息 并不仅仅限于那些 愿意服从的人 这一点对我们稍后谈到的东西很重要 那么耶稣在深入天堂之前 告诉他的使徒们 他们要到世界各地去闯福音 那么我们不应该试图将福音的影响 局限在我们认为 那些会遵守着人的身上 而是尽可能地去扩散它 那么好种子就是王国的孩子 我们称之为基督徒 那么这与啥种的比喻不同 因为在啥种的比喻中 种子是上帝的话语 土狼或者田地是人们的心 因此即使这些比喻使用着相似的语言 但他们的含义也是不同的 拜执在这里是邪恶的孩子 就是魔鬼 是那些从未成为基督人 在今天很多人认为 如果他们只要是自己 眼中认为的好能 或者仅仅是一个宗教人士 无论他的宗教信仰如何 上帝都会接受他们 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 是这么说的 他说 凡称我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我们必须要遵循天父的意志 通过相信 悔改 和受洗为罪的赦免 而成为基督徒 或者因我们 从来都不是基督徒 而成为是魔鬼的孩子 那么波西亚拜执的仇敌 就是魔鬼 在今晚当中 魔鬼总是被描述成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他很多的时候 看起来像是我们的朋友 他甚至说 他就是我们的朋友 当然他不是 他是我们的敌人 那么收割的时候 就是世界的末了 耶稣在审判着将回来 这告诉我们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不是要去建立任何属世的国度 他将一人和二人分开 他将用天堂 奖赏那些义人 并用地域来惩罚恶人 收割者是天使 上帝的传道人 他将一人和恶人分开 实际上 这个比喻是关于审判的比喻 最后有一些人会是正义的 当拜执被移除时 他们就会闪耀出来 他们跟随上帝 并得到奖赏 但也会有邪恶的拜执 被收集起来 扔在炉子 火壶或者地狱中 因为他们不服从上帝 那么在今天的结束之前 我们要再强调一点的是 有一些人 他喜欢从这个比喻中教导说 教会在这个世界上 是否保持纯洁 是无光紧要的 因为上帝会在审判时 将一人与二人分开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这个预言中的田地 是什么呢 它不是指的是教会 它是指整个的世界 那么有许多的地方 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教导我们 作为一个地方的教会 必须把那些选择生活 在罪中的人分开出来 我们这样做 是为了让他们能悔改并得救 世界也是如此 因为基督已经将 好人颇总到这个世界 来教导那些迷失的人 使他们能够得救 我们不与罪人交战 我们试图通过教导他们的福音 而拯救他们 我们不要滥用耶稣的比喻 并且曲解他的意思 而是让我们 有耳朵去听他 所告诉我们的真正的 那些行义 好 今天我们的学期 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就在明天 继续接下来的学期 希望大家能够到此 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Maintain the honors